她是建築師牛劍橋 過去情史驚人 曾和藝人胡佩岑、歌手李文 以及前立委李婉玉等人傳出緋聞 她2012年和名模黃錦麗結婚後轉趨低調 但這回要上新聞版面不是因為感情 而是深陷徵產官司 她的父親牛慧玲高齡88歲 是生貿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老闆 增加至少數十億元 牛劍橋2012年風光迎娶黃錦麗 但背後鮮為人知的是 她的老爸搶在兒子大喜之日之前 和小24歲同居40年的女友邢寒英結婚 牛劍橋始終不諒解 邢寒英介入她父母的婚姻 之後還父親離開家族企業 2015年牛慧玲失智 牛劍橋和後母為了徵父親的監護權 對不公堂 2019年法院原本裁定 新函英和牛劍橋為共同監護人 牛劍橋不滿刊告表示 後母疑似趁她父親出現失去症狀時 不當處分資產 導致牛慧玲名下在台資產 從4億多元 收水剩下5000多萬 新函英則指稱 牛劍橋和父親個性不同 感情疏離 牛慧玲還曾說過 不要牛劍橋當監護人 目前這起官司 雙方各說各話 還在法院審理中 蘋果記者致電牛劍橋 她透過妻子黃錦麗帶為回應 案件還在進行中 現在也不方便講 記者實地走訪社貿公司 想採訪行函英卻沒找到人 究竟法官如何判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東新聞台北報導